那柯文哲真的怕了嗎 我覺得我們這兩天看到一個 整個這個劇本 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劇本 北檢有一個目標 北檢 我們看到什麼目標你知道吧 他要摧毀柯文哲的心理的這個 吹了心防 他的心防整個被北檢摧毀掉了 你剛剛看到了 所以我不是要約談你 我不是要去這個所謂的 把你這個所謂的狙擊壓 我要徹底的摧毀你 我要把你心防摧毀之後 我是讓你一點抵抗力都沒有 對 因為他最擔心的就是 萬一去收押柯文哲的時候 招式非常大的這個抗力出來 然後搞群眾啊 搞政治運動啊 把北檢搞得稀里糊里的 他怕這種事情發生 因此檢察長在禮拜天禮拜六 看到你們這邊在鬧笑話 搞假仗的時候 絲毫不留情的禮拜一就開始行動 就幹下去了 從來沒有這種 然後今天柯文哲怎麼講 他說非常看到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的效率非常 他肯定我們政府公務員的工作效率 去搞這條事情 但這個事情跟柯文哲有沒有非常嚴重的關係 沒有 因為很簡單 他的整個刑期 算是五年以下 所以並不是北檢要真正收押他的這個主要的罪名 但是 所以你說今天這樣鋪天蓋地 昨天的所謂的兵分棄錄 你既然已經兵分棄錄 按照大家原來的想像 你應該昨天馬上約談這個柯文哲 你應該馬上把他給收押進界 就像當時你去對付這個所謂的鄭文哲的時候 結果你說不是 你說現在第一個我要摧毀你的心房 第二個是因為這個案子太小了 就算把你弄下來也是五年以下 這不是北檢的目標 北檢的目標非常清楚 現在我只問一個問題 現在李文娟交保150萬對不對 然後他的哥哥居然是訊厚請回 對 那李文 表示李文娟是不是統統講完了 講完表示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柯文哲不要講什麼兩千萬的帳 我只問一個 木可公司帳上現在獲利將三千九百多萬 那三千九百多萬的獲利 就是在這次選舉當中的獲利 對 那這個木可公司的獲利到底是屬於誰的 誰的 李文娟講了沒有 李文娟一定講完了嘛 因為他減掉最擔心什麼事情 串供 我敢讓你150萬交保你回家 對 就我不怕你串供 通通講完了 你就跟柯文哲講我也不怕你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坐實了柯文哲的罪名 雖然是親罪 對 但是我有把握 你 我叫你來的時候 你那挨得不敢挨 因為你已經犯罪 對 犯罪事實在北檢手上已經扣死了 可以說這只是第一步 這第一步嘛 因為你絕對是犯罪的嘛 我別人 什麼都不要講 我就是要壓你的話 我也沒有話講嘛 但柯文哲知道 他已經種了這個 已經變成了 種了北檢的這個圈套了嘛 跑不出來 這個牢籠跑不掉了 再來大問題發生了 我認為幾天內 真的動大動作三大案嘛 金華城要開始動嘛 金華城這段動下去的話 就是五年以上的刑期啦 所有獨立罪 貪污制罪條例裡面 都是起跳兩種嘛 獨立五年嘛 貪污七年嘛 我們都知道嘛 所以說 抓柯文哲 五年以下還不滿足 還不能先動手 他不能 他五年以下是當作一個小菜嘛 但是你 你到了我檢察官面前 你只知道 我已經有可能 你要扣我的條件 已經構建構完成了嘛 所以他不敢笑 柯文哲不敢囂張 所以今天晚上睡不著覺 今天整個精神萎靡的理由 是在這裡嘛 但他不知道 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發現他們夫妻兩個 對法律的嘗試非常不足 法律的實務也不足 尤其黃珊珊太奇怪 他是律師耶 他居然沒有去保護柯文哲 讓柯文哲森林險境 整個事件就是 黃珊珊沒有把他保護好嘛 因為這幾年 我告訴你一個事情 這幾年為什麼柯文哲作風 跟財團的關係 跟各種的這種廠商關係 越來越大膽 為什麼 其中一個是黃珊珊 這假的 他認為說你律師看過的案子 我不怕 所以黃珊珊給他 很大的力量跟信心 結果沒有想到 根本黃珊珊是一個 能力不足的律師嘛 對 好 那現在回來 未來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今天我看到了 很多媒體報導了一個內部 當時要不要去控告端木正 在內部有很大的一個討論 本來柯文哲想要告嗎 需要告嗎 而且端木正剛剛講 是跟我一起打天下的 是從創黨就開始的 而且按照蔡碧如講是 他每年都捐錢給民眾黨 甚至剛剛講的 我信任你到了富邦當獨鬥 信任你當我的廉政委員 信任你當我的中央委員 這樣的人我要告他嗎 今天黃珊珊說告一定要告 非告不可 結果柯文只能告了 那柯文只能告了以後 你就跟端木正對立了 跟端木正對立之後 端木正只能跟你拼了 拼了以後 柯文就掛了 對啊 一個會計師查過帳 他知道哪一筆在哪裡 哪一筆會有問題 所以昨天最精采的 在北極戰裡面 最重要的第一個動作就是 端木正他本身 他就是那個案的導遊 他就是那個導覽 他就直接告訴這個北極戰 這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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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點就點 根本就不要囉嗦 所以一邊在 一邊在徵詢端木正 一邊在搜索 那兩邊同步啊 那這個張宇軒說 叫做滾動式真的 滾動式檢調 從來台灣 中華民國沒有發生過第一次 有那麼好的一個內印在配合 是快去吃 他巨細迷疑通通知道 端木正現在知道內部上的問題 絕對比柯文哲要更清楚 柯文哲講半天講不出來 兩千啊 可能超過兩千啊 什麼烏龍啊 沒有談話亂講 但端木正一定知道 亂講一通 端木正通通清清楚楚 端木正已經很清楚地 站在他們的對立面面 跟他幹到底了嘛 因為你要告我 所以昨天這是小菜 這個小菜是什麼 配菜 大菜在幾天內 我跟你講三大案一定開始 那個五年以上刑期的東西 一發動加起來的話 就馬上可以收押柯文哲 這個才是北檢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押下柯文哲 否則的話 這個檢察長就白幹了 胡同 現在剛剛講的 陳佩琦今天的眼睛 腫成這樣子 本來以為說他是擔心他的先生 現在要擔心他自己了 而且你就看到今天連柯媽 連柯媽都在切割了 我現在把這個 剛剛這個延峰議員講 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我曾經擔任過 康尼醫院的執行長 這裡面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陳佩琦講錯了 他有犯意沒有犯行 他的犯意是在這個 他所謂沒有犯行是說 這公司我開了嘛 我沒有運作嘛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犯行 他錯了 他的犯行是在領錢 在連衣這一端 不是在開咖啡館這一端 所以你每個月領了五萬塊 就有犯行 對 那個是犯行 什麼犯行你知道嗎 就是貪污治罪條例 真的假的 那就是跟這個東西 就跟高雄安一模一樣 等一下 你說現在他這個狀況 比柯文是還嚴重 當然 七年起跳 你不要嚇我 七年 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 因為我問了吳中憲立委 我說這個事情怎麼回事 他說這個案子過去 我們現在我們醫院有很多這種現象 譬如說我現在在連衣上班 我在台大上班 我跑到康寧來兼職一下 這個到處都是嘛 所以為了獎勵你留在本院的話 我就給你一個不開業獎金 不開業獎金等於一個公務費用的支出 是不是跟加班費一樣 去加班費 那是不是跟高雄安的概念一模一樣 真的耶 這是政府公款嘛 那你就盜領了公款以後 那是不是貪污治罪條例 你懂我這個意思嗎 所以法院後來太多案子了 就把它做一個統一見解 這是有經過法院判例喔 說你太複雜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好 這種錢只要你動到 就是貪污治罪條例 所以這是經過法院的法官會議 做成統一見解的喔 這個不是我現在在那邊亂講的 這樣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 剛剛講到 以前陳貝基是很兇悍的 以前都是一句來一句去的耶 今天怎麼會在今天這個狀況上 想說我只有42公斤了 我現在有骨質疏鬆了 你今天不要這樣子的 讓我出去了 然後他就想說 你至少讓我有一張椅子 結果我沒有想到 他背後的壓力有這麼大 今天柯文哲為什麼接受訪問 關鍵在哪裡 就是為了解這個套 他講一句話 父母親愛小孩 幫小孩開一個公司 不是人頭公司 這句話關鍵在哪裡 在父母親 因為陳佩琦在第一個臉書 在敘述整件事情的時候 是說他替朋友來開一個人頭公司 九月份退休之後 他就要把這個公司名字 轉過來給他 如果是柯文哲開這個公司 就沒有問題 如果是陳佩琦開這個公司 陳佩琦就掛了 是這樣嗎 但是問題不是我們講的 是陳佩琦在臉書 寫了一大篇的文章 可怕 承認是他自己找朋友開的公司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 他臉書登出來那天開始 回到那個整個登記日 法定登記日開始 如果他在聯誼有領這個五萬塊的話 就貪污治罪條例的 所謂的貪污的金額就出現了 所以今天柯文哲才趕快要定調說 這是父母親不是陳佩琦 他把它轉成母親 陳佩琦轉成父母親 但是這個東西就要 問題是檢察官會接受嗎 檢察官不會接受 不會嗎 那好 要回到當時 帶來問這個問題 當時陳佩琦 為什麼要出來講這句話 我跟你講一個概念 陳佩琦從來沒有自己 個人行為來寫臉書或發言 100%都是柯文哲的交代 柯文哲指示 否則他不會出來講話 陳佩琦的個性 跟他們兩個夫妻的合作 尤其在政治領域 意向如此 都是柯幹的 對 所以這一篇臉 陳佩琦的臉書 開這個公司的事情 解釋柯文哲叫他寫的 叫他寫這個臉書 那我又問你一個 這個 什麼治療公司開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開治療公司 又把募肯公司的錢轉過來啊 對的 這個負責人就一個就是李文圈啊 李文圈最後把錢吞了怎麼辦啊 所以他也不相信李文圈 因為柯文哲誰都不相信 尤其錢的事情 本來就不應該相信別人了 但柯文哲尤其嚴重 所以他要開一家公司 再把李文圈名下的 這個募肯公司的錢 轉到這個所謂的治療公司 用發票對沖嘛 對 一筆就把它沖掉 或是做個五 六筆就沖掉 那這個到兒子的名下的話 就會比較保險嘛 就本來就不可以控制了 就回到了昨天講的嘛 他是比現在的落後一百年的 洗錢方案跑出來了嘛 對 這個很粗糙 簡單粗暴嘛 就直接要把錢洗到 結果他這個公司現在不敢 所以他有犯益沒有犯刑 他搞錯了 他對法律不了解 犯刑在這裡 犯刑是這個東西 犯刑是你從中華民國政府裡面 拿多少錢回家給自己用 大家說我原來這個是不開業獎金 那應該的 正常加班費 錯了 當你開始有 開始帶你在外面開公司的時候 你就觸犯法條 就貪污治罪條例開始就啟動 所以今天他一定比柯文哲更慘 所以七年以上跑不掉的 不是 現在最大的大戲都在了 都在看民眾黨的中平會 民眾黨的中平會會不會取消 黃珊珊的這個黨籍 或者是把它提權 提權以後它的不分區就沒有了 如果黃珊珊的不分區沒有了 整個民眾黨內部的權力 就會出現了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會嗎 民眾黨明天上午11點鐘開中平會 那中平會只有一個議題 就是黃珊珊跟李文聰 其實通通沒有別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的處理很簡單 就是到底開閘到什麼程度 那今天當然柯文哲 用主席之尊在門口已經講話了 那講話那民眾黨的委員 這中平會有七個委員 會不會通通聽柯文哲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各有各的想法 可是這個黨不是柯P黨嗎 柯P黨可是這個部分 中平會這個部分 他們現在本身也看柯P很衰啊 柯P現在是倒霉鬼的時候嘛 所以柯P講話在黨內 會不會一定有效 也不一定嘛 而且明天的處理的話 據我們了解的話 他就是在表決嘛 表決裡面的話 在表決最後結果 如果說黃珊珊是表決被開除 就開除了 對 那開除可是要不要解除 這個立法委員的身分來講的話 中央黨部可以擺得不動啊 可以拖延時間啊 對 他可以拖啊 那問題是你要倒過來看 是誰主張把黃珊珊跟李文中 移送中平會嗎 柯P 是柯P交辦的嘛 因為他黨內有程序 主席可以交辦嘛 那主席交辦的時候 當時的心態裡面 要不要開除黃珊珊呢 是有要有這個想法啊 真的假的 當然是有想法 不然他丟這個東西出來幹什麼 他在憤怒之下丟出來的嘛 他本來認為他昨天就被收押了 你知道嗎 他昨天一看 不是今天 所以他覺得今天又呼吸了一口氣 呼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 然後就回到 剛剛這個惠珍講那個邏輯啦 什麼邏輯呢 他們互相有共犯結構嘛 如果從我柯P嘴巴裡面 把你開除掉了 你一定又變成第二個會計師嘛 端木 變成這個端木贈嘛 對 搞我 對不對 你就搞我嘛 因為黃珊珊對柯P的殺傷力更大 對 因為他三大案他都有份 黃珊珊是三大案的 台北市就有了 對 三大案的共犯結構嘛 他每一個案子裡面 只要有副市長簽的 大部分他都有簽 對 那我也講很坦白嘛 黃珊珊 沈靜晶跟柯P三個都好朋友嘛 這金華城跟黃珊珊怎麼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光讓柯P想到這個 這個他們一起三個人在一起那個圖像 柯P那個眼睛可能要眯成更細條線了嘛 所以黃珊珊知道 在兩年當中知道有太多柯P的秘密嘛 那柯P不是他媽媽講的說我們兒子很乖啦 都不會去品學兼優啦 他媽媽不了解柯P嘛 那柯P確實有犯法的事實嘛 他沒有犯法中華民國法律有辦法把他犯貪污事罪 對法律辦下去嗎 不行 有可能收押嗎 不可 都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黨的品牌整個全部 他的存亡都細於一念之間 完全跟柯P百分之百掛鉤嘛 當這個柯P出事情的時候 黨就崩盤了 其實誰當黨主席 誰怎樣誰講 都沒有意義了 蔡碧如也沒有意義了 所以黃珊珊會不會一起去坐牢 會不會一起變被告 不知道 但是黃珊珊的能量 政治能量 一夜之間也馬上就喪失了嘛 對 那這個事情為什麼一定要這時候動 你知道嗎 因為九月份以後立法院開議 立法院開議這個會期什麼會期 要審查什麼 預算 預算會期嘛 你知道嗎 一定要把民眾黨幹掉嘛 幹掉你這八個立委你敢動嗎 不敢了 你表決你的大聲講話 偷笑都沒有用 對 你們現在大家講算 你說藍白河就沒了 現在大家是今天以前的民眾黨 當柯P收押以後的民眾黨 大家可以吐口水嘛 因為未來的起訴書裡面 會有更多內容出來 現在都是我們的推論 或我們看到有些邊緣的東西 未來會奴隸的 起訴書會講得很清楚嘛 就算不起訴你也有講說你弄多少錢 為什麼不起訴你嘛 大家這時候都不要跟他 去比口水大戰 你知道嗎 所以說這是原來我確信他要開掉黃珊珊 但是今天他沒有收押以後 那有一點變化 那這個變化今天晚上我了解 還在處理中 明天上午11點就知道了 不是 你說整個表情 他就等他的政治意涵 今天黃國昌剛剛講的忍不住笑 忍不住笑真的代表他的時代來了嗎 真的是磕下皇上了嗎 我不認識黃國昌這個人 但是我從側面 最近有一些民眾黨的小朋友 告訴我黃國昌的情況 他們的判斷 黃國昌100%會出來參選 補選黨主席這個事情 不會錯過這件事情 他會成黨主席 為什麼呢 黃國昌根本認為他是台灣 最適合當總統的人 所以黃國昌今天他笑也好 哭也好 他的內心是充滿了自信 他覺得他是未來台灣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他曾經他也想 因為如果說 你不要看他當黨主席 如果他是在民眾黨在28年的話 2028年是有門票的 對 2028年黨主席 黨主席或是說28年的 總統候選人找誰啊 柯P坐牢去了啊 那這些早一個人出來選總統啊 就完成了黃國昌的總統心願 對 真假的 他有總統夢 大家不要搞錯啦 難怪跟人家講 他為什麼後來跟蔡英文鬧翻 在蔡英文鬧翻的時候 就在總統那一句裡面 他講了一句話說 如果我今天跟蔡英文辯論的話 蔡英文會比比撞 你就知道他有多麼自信的 對 他非常的自信 甚至於到囂張的程度啦 但是我們也看過來了 這段時間跟國民黨的合作 整個過程當中 實在是政治能力 是實在是不怎麼樣啦 應該這麼講啦 他政治能力很爛 所以我是建議說 因為我 所以我也推薦另外一個人 館長也可以考慮來選黨主席 他們兩個合作 對黃國昌這一意義不會缺席 另外一個人你要注意喔 蔡壁如也不會缺席啊 因為蔡壁如 所以說民進黨內要產生補選黨主席的人選的話 黃珊珊已經出局啦 黃珊珊現在的形象已經垮掉了嘛 就算她存在繼續擔任立法委員 你覺得黃珊珊還能夠呼風喚雨嗎 不能嗎 沒有能力的啦 完全沒有能力的啦 你知道嗎 因為真正這個黨的第三點缺點在哪裡 就完全聽命於柯P一個人 對 那這個黃珊珊現在很可憐嘛 黃珊珊今天搞到 今天的政治這個程度 她的存在與否的價值 完全在柯P的一念之間 那這個政治人物怎麼幹啊 這個我從年輕人看民進黨看到大 對 我們每一個都是老大 誰甩誰啊 對不對 大家都是老大 各有山頭 各有實力 所以他們這批人黃珊珊是沒有實力的人 萬一她被柯P幹掉就沒有了 對 那她怎麼樣去跟 那黃珊珊怎麼去跟黃珊珊鬥 沒有辦法鬥嗎 沒有 你看這兩天的荒腔走板的表現 如果真的弄一個黨主席選舉的 補選的一個辯論會的話 那你認為黃珊珊會贏嗎 不會 所以整個講法目前看起來 如果從黨內產生的話 我認為黃珊珊的意願會非常的強 但是黃珊珊在民眾黨的時間太短太短太短 所以短到跟民眾黨的一些的所謂的資深幹部的距離 是非常遙遠 所以我認為這中間還充滿了變數 而且根據他們規定 你要注意 他是在先要選出一個代理黨主席 然後第二個 代理黨主席選出來之後 在六個月內完成改選 改選是把柯文哲的剩餘的任期補滿 那柯文哲的任期是四年 是到2028 對 所以他補滿剩下的兩年多任期 所以這中間有一個很長時間的運作 最少有六個月以上 那六個月在台灣 六天都有變化 搞不好柯文哲六個月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對不對 你說英魂不散 他別人不幹 我老子就是要幹黨主席 我爛也要爛成黨主席 搞不好二八他還要選一下 來報仇 跟賴清德來個基督山恩仇記 然後柯P報仇選戰 對不對 這個怪事都會發生 因為柯P認為民眾黨是他的財產 他從來不認為有任何人可以當黨主席 剛才講到 現在聯誼不是只發了一個新聞稿 這個聯誼還去說明說 他會找陳佩琦來說明 會找陳佩琦說明 聯誼還直接答說 這個案子我要釐清跟了解 將請陳佩琦提供相關的說明 而且他是依照公務員服務法 審究有沒有實質違法行事 如果有違法兼職的話 依規定辦理很兇 他裡面講的還有一段 我看完整的稿裡面 他講的就是說違法兼職 違法兼職四個字 換言之講兼職就是違法 現在到底有沒有達到 違法兼職這個要件的問題 我們剛剛分析過 他自己在臉書上寫的啊 五月份 五月份他就申請這個公司你知道嗎 好笑了嘛 那五月份到現在為止 五六七八 總共四個月 四個月他每個月 到底有沒有去領這個 所謂的聯誼的這個不得兼職獎金呢 當然有領嘛 對不對 如果因為他不知道這是違法 你知道嗎 所以我講這 他不知道他違法 才是他在倒霉在這裡 所以他如果這幾個月 通通都有領的這個獎金 對 他就領了二十萬嘛 那根據現在過去的判例跟見解的話 貪污制度條例 不要談了 就是兼職違法 這就確認了嗎 不是 你兼職違法這四個字 到底有沒有綜合這個構成要件嘛 就是你在公務員服務法裡面 你除了在做公務員事情以外 其他事情通通不能兼職嘛 所以才給你一筆錢嘛 對 那你去兼職的話 你就這個錢就變貪污嘛 那道理 所以陳佩琪講的是說 他有犯義沒有犯刑 請法官從今量刑 他講很清楚喔 他知道他已經... 後來一定問過律師了嘛 律師跟人家說你這個有問題啊 所以他為什麼要在公開臉書上寫 請法官從今量刑 他知道他違法嘛 到今天早上為什麼柯P出來 面對記者出來講這個話 就是父母愛護小孩 給他開了一家公司 不是人頭公司 為什麼他講了那麼一大串 這不重要 是父母兩個字比較重要 這個公司跟陳佩琪沒關係 是我這個做老伯的 是幹的事情 他要想把他單回來 不然如果確定是陳佩琪 去設這個公司 你又領了每個月五萬塊的 這個所謂的不堪業獎金 你就違反了這個公務員服務法 而且是有貪污治罪條例的 就跟高宏安一模一樣 七年起跳 最低本型七年起跳 高宏安多少錢 十一萬 他說我剛剛算四個月二十萬 十一萬可以判七年四個月 為什麼他會 對 你以為台北地方法院會 對他比較客氣嗎 不會 不會的嘛 但是問題是說他這裡面很複雜 他裡面 他到底是幫他老公扛的 還是 因為剛開始他出來承認他幹這個 朋友開公司這個事情是五月份嘛 對 五月份的時候現在又落出第二個問題來 因為黨部 民眾黨黨部 沒有人知道這裡面有這家公司 然後問題是開公司叫什麼東西 要地主同意 要法官 要房東同意書 房東同意 那他怎麼取得房東同意書原本 誰給他的 就柯文哲 不知道嘛 所以說這裡面的花樣就一大堆 可是他自己承認 問題是他寫臉書 他承認開公司 對 也沒人逼他 對不對 難怪你看他的今天的表現 以前他是非常的囂張 他以前是一句來一句去的 今天黨友說在面對媒體的時候 他完全疲憊無力 然後給我讓我一條路讓我走 然後他說我現在只剩下四十二公斤 所以我現在有骨質疏鬆症 能不能給我一張椅子 我現在這樣有點辛苦了 你看他那個眼睛 腫成那個樣子 我本來以為很多人覺得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原來他現在是內外交迫 但是他能不能夠 法官能不能夠接受 柯文哲的意見 讓柯文哲扛下來 然後讓他能夠脫掉 我覺得目前在地院以前的話 可能性不大 因為這個東西太明確了